尾牆這邊有一點 擋的圍欄 有一點稍微脫落這樣子 下面呢 下面就一些石塊掉落這樣子 里長看到這整個黑槍 未落到 旁邊都是落一些暗摩托角 桌上的火燒就是半枚 走不到路的家屬 都說有停車電話這個尾牆 讓民眾發現在後 人們先注意走 我從樓上看下來的時候 它已經撞完 又要下去又要再倒的時候 又差點要撞到一隻 然後它開的那個很不穩 然後它就趕快要開走 然後後來就跑掉了 可以看到 它黏的鄉前黏的退後 他們的頭前有車 沒辦法通過 沒想到一直退後 退到最後就撞到那個圍巢 甚至切寒舵路要出的時候 差一點點又撞一遍 實際來到現場 這個行李比較是很會的 可掩到你的技術 在不斷的前進北区 來來回回 那邊只能扭出 一台車的空間 所以你怎麼就放到 緊急進去的牌子 希望不通一次 警方破爆後 宣機調閱監視器 發現車主為一名書姓女子 已通知車主道案說明 畢疫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六十二條予以告發 原來塞車是一名二個會 如研究生 他說那當初路走暗裂 路車查看 無法見共有 對黑色的背上 他的負責 基本也許 塞車如果發生事故 其實是去向隔壁 絕對要留在現場 處理黑色 民視心中合不住